大家好 分享一下這個世界日報 美洲版 洛杉磯版 2024年 5月12日 星期日 頭條 這個 極光 北極極光 走到來 美國也看到 如果我們加州來說 就是北加州 即是三藩市那邊 三藩市那邊 我們那邊是 南加州屬於 洛杉磯 所以看不到 這些呢 在東岸那些 就好像說 都立到 即是紐約那些 加州 以 三藩市 這些有些拍到 有些認得 那歐洲就有很多地方看到 那我們以美國計 好了 這單是拜登政府 疑 即是準備的 發音密章 無證客新ID USCIE 即是交接紀錄卡 非身份證 即是專管移民 和入境的部門 金夏薩斯 休士頓 亞特蘭大被列示點 這些就是 他們偷渡入境 然後 快點把這些證 證明 他幾年幾月在哪裏 入境 OK 等著 排期 上法庭 申請難民 各種理由 留下 OK 在等候期間 發這張 證 給他 發這張 ID 即是身份證 這樣 等容易 其實容易管理 基本上 現在的政策 這樣 不如 給這張卡 就容易管理 相信是這樣 但現在還未實施 可能這個夏天實施 就由 Houston 和阿特蘭大 先試行 好嗎 海底冷戰 海底電纜計劃 全避開中國 現在很多這樣的 通訊 就靠海底電纜 是連著的 有線 那些電纜 就拿些大洋船 當然 就把電纜 一路放在海底 一路放一路放 那就是 橫跨大海的 在海底那裏 接著的 那現在呢 就 就 踢開中國 踢開中國 啊 就他們其他的國家 就自己做 OK 讓中國呢 就沒有粉 這樣 讓中國呢 就很多東西 接收不到 OK 大概就這樣 OK 搞分化 搞分化 是吧 嗯 那看看中國怎樣應付 OK 那就 好 那今天的頭條 分享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